FB30AC虚电池平衡重视插车 采用全交流系统 整车的工作电压为80伏 应用双控制器形式 采用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原理 流线型的设计思路 外观漂亮 结构新颖 本车采用进口的日本导金低噪音高效齿轮液压泵 即采用美国伊斯顿公司生产的带优先阀的转向器 除了在保证转向优先的情况下 还可以在不需要转向的时候 将液压油全部提供给工作系统 起到了有效的节能作用 H型减速箱的应用 与T型减速箱相比较 使得整车的重心可降低400毫米以上 有效地提高了整车的稳定性 行走电机在整车的右前部 而起升电机布置在左后方 结构简单 维修方便 行走交流控制器和起升交流控制器 同时安装在配重体上 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有效地降低了控制器的温度 避免了灰尘和雨水对控制器的侵蚀 整车全面通过了CE认证 具有手制动开关 踏板启动开关 紧急断点开关 座椅开关 使得整车的安全系统大大的提高 整车质量保证期 由国家要求的半年提高为一年 采用进口的英国新型控制器 保质期由一年提高为18个月 并且承诺 如有质量问题 可直接更换为新的控制器 本车具备再升制动功能 只要有制动 就有能量反冲给电瓶 具备离脚制动功能 在坡道上倒退时 可不用踩刹车 就能慢速下滑 安全可靠 具有倾斜安全起步延时功能 爬坡性能高 达到空载20% 满载15% 门架油缸 具备下降职能缓冲系统 油缸的密封件 全部采用日本进口件 起升油缸底部 装有防爆阀 即使高压油管突然爆裂 货物也能平稳慢速降落 多功能组合液晶仪表 具有实时显示 车辆电量 运行时间 工作状态 故障代码等功能 本车特具有 国内外首创的 智能工作速度控制 节能系统 具有如下特点 1. 当方向操纵杆 置于前进或后退位置 拉动多路阀操纵杆时 起升 倾斜 侧移 或第四连工作 在准低速状态 2. 当方向操纵杆 置于前进或后退位置 拉动多路阀操纵杆 再踩下加速器时 起升 倾斜 侧移 或第四连工作 在准低速 到最大速度控制状态 行驶工作在零速度 到最大速度之间 处于联合工作状态 3. 当方向操纵杆 切换到空档位置 拉动多路阀操纵杆时 起升 倾斜 侧移 或第四连工作 在准低速状态 这时 只有5秒的延时 延时过后 动作消失 4. 当方向操纵杆 置于空档位置 拉动多路阀操纵杆 踩下加速器时 起升 倾斜 侧移 或第四连工作 在零速度 到最大速度之间 5. 刺斜 此系统使得整车工作噪音小 电瓶电流输出低 液压系统温升低 与普通车辆相比较 工作节能效率达到20%到30% 相信 西林牌FB30AC 蓄电池平衡重视插车 能为您的工作 带来极高的效率 里面有空 优优优独播剧 stuff 主任